哈囉大家好我是圓圓 今天來就是教大家我的日常妝容 看你要約會見父母還是上班職場都非常適合 好先把我的瀏海用起來 有瀏海的真的是要先把瀏海用起來再化妝 接下來呢就是如果你皮膚真的是比較乾的 我是可以建議你們買一罐大罐的化妝水 這個是AFC的 它就是強調保濕度很好 然後我會用這種壓縮的面膜紙 讓它吸滿化妝水 就這麼大罐用起來也比較不會心疼你知道 蠻便宜的 然後就將它先敷在臉上濕一下 等一下畫底妝的時候就會比較服貼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習慣先畫眼妝 畫完之後最後才畫底妝 那就是按照你們自己的習慣都可以 首先眉毛的部分呢 我是用CAT的眉粉 我會沾取這兩個的中間 然後我是會從後面這樣戴到前面 這樣眉頭的部分才不會太深 就大概這樣 第二邊也是 接下來眼妝的部分我是用這一盒Discovery的 我也忘記型號了 因為我有點久了 大地色 然後我會先用它裡面附的刷子 去沾最前面這個顏色最淺 然後帶一點點微微的亮粉 大面積的掃過整個鹽窩 記得要把魚粉敲掉 接下來就是在省這個比較重的顏色 然後畫在眼尾的部分 也是大概帶一個顏色就好了 那其實是因為我個人 眼妝如果畫太深的話 畫太濃 我看起來會很兇 然後一樣同一支 去沾第三個跟第五個 畫在眼睛中間 帶一點點亮片 看起來會比較有神一點 看起來會比較有神一點 但我會用那個魚粉帶到整個眼睛前方 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亮一點點的感覺 那其實眼影打底的部分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是化妝比較快的那個 我想化妝大概五分鐘吧 是因為今天要錄影片 然後有一支很好用的那個 臥蠶筆 你可以就是炭蛋 就是直接畫在 臥蠶的地方 就有臥蠶了 瞬間就有臥蠶 然後眼線筆的部分我都是用這一支 1028的 我個人覺得蠻好畫的 反正就是看你們自己習慣 然後 我會畫一個 三角形 再去把它補滿 就這樣 很快吧 畫一個 三角形 補滿 眼線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一樣是打亮的 那我這個就隨便買一個 打亮很多支 然後還有液態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液態的 都有 然後呢 畫在眼睛下方 臥蠶上面這裡 臥蠶跟眼睛中間 這樣看起來臥蠶可以更自然 但其實這種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好像還是會有乾掉的問題 反正就沒有那麼的好畫 你們就選自己喜歡的 我就是畫一個 平常快速出門的霜給你們看 這好像也是蠻便宜的 去畫 眼睛下方 眼睛下方 這眼睛看起來可以比較大 但記得這兩個 就是你的眼線跟這條中間 要有流框系喔 那眼妝基本上就好了 很快吧 然後平常呢 個人是會再用一下 就是1028這個 就是 毛孔隱藏的 然後塗在 臉頰這邊 然後跟鼻子 就它擠一點點就好了 擠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推開就可以 然後再上另一邊 就夠了 就夠了 然後跟額頭 就是T字部位 那我其他基本上 我就不會帶到 然後粉底液的部分 我目前是用ZOUT 1N 它的顏色算比較自然膚色 我會這樣先上 把它推開 然後再上另一邊 但我個人就是沒有用什麼遮瑕 跟防曬 如果你們習慣的話 記得要在上底妝之前 就先上喔 再使用在我們日泡 小海綿 去把它推開 這蠻好推的 這個子弟是好推的子弟 粉底液去帶過我額頭就好了 因為我有瀏海 那粉底液上完了 就是可以來畫一下鼻影 我一樣都用兩個顏色中間 你看這裡都被我挖空了 然後從眉毛中間一直帶 最中間這一節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畫到 不然鼻子看起來就會 一條非常完整 就有點醜 然後大家買這種刷子 就是斜角的這種 這種畫餅真的超級方便 馬上就有鼻子了 而且還在上個腮紅 我腮紅 又用壞了 就這樣 就完成了 基本上 然後如果想要可愛一點的話 你鼻子中間這裡 也可以就是帶一點點腮紅 那全部都完成 最後就是定妝 我用Maybelline的 這啥? 零五 然後記得喔 就這樣搓一搓 不然你就會整塊在你的臉上 會很醜 主要是先帶 兩頰 然後多的再帶去 臉旁邊就可以了 但因為我個人的臉偏小 所以就是 我不會 需要再 就是修容的部分 那如果你就是這裡有腳的 或是你想要修臉 再更小一點 你就是這邊在打黑 就可以了 算蠻清透的 好了 這樣就可以出門了 其實 其實 希望你們喜歡 你知道 因為我個人平常不是很愛擦口紅 我都是要到 要下車 或是要出門前一刻才會擦 所以我剛剛完全忘記要跟你們說口紅這件事 這裡補上 隨便拿一隻 就擦一擦 就擦一擦就好 但如果指唇乾的 我相信指唇也是蠻乾的 你可以在剛剛化妝之前 就先厚敷 那個護唇膏 這樣你 在擦口紅的時候 你的嘴唇就會 彈彈的 非常的Q彈 好啦 就這樣囉 拜拜